我们知道,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,英语,T-E-R-M-I-N-A-L-H-I-D-H-A-L-T-I-T-U-D-A-R-E-A-D-E-F-B-E,缩写,T-H-A-A-D,萨德市美国导弹防御局, 和美国陆军立下的陆基战区反导系统,一般兼称为萨德反导系统,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前身实力经多次失败,而高中的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,美国陆军于2004年对该系统进行重新设计,并重新命名为宪明,类似于海军的宙斯盾作战系统, 由至管通型指挥系统,拦截系统,发射系统和雷达及其支援设备组成,2007年10月,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,在美国太平洋导弹八场,成功完成大气层外的拦截试验,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, 作为专门用于对付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的防御系统,其独特优势是在防御大规模导弹威胁的同时,为作战部队提供更加灵活的使用选择, 其目的不是取代,而是补充MIM-104防空导弹以及海军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系统,陆基中段防御系统, 和美国在世界各地部署的预警雷达与传感器,从而使美军具备多层弹道导弹防御能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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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